我看过你写的那个小说 我觉得在你屈指可数的几个粉丝里 我还挺有认识的 你看我 你放心 我不会像以前那样 强迫你上车了 也不会强迫你做的你不喜欢的职业 果然是你 我不想你因为我的原因错过他 我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我不想也不愿意接受你的任何帮助 耍人就那么好玩吗 你听我说完 高尚我不是在逞强 我想我需要人和人之间最起码的尊重 别给我耍这样的化妆 这一次我留了证据 再有下一次我一定帮你抓呢 有什么问题跟我说 跟女人吼什么呀 照片是我拍的 跟别人没关系 终于找到你了 别忘了 手机 没听懂啊 手机拿出来我要检查一下 我以为学会彼此尊重 是人跟动物最主要的区别 你不是真的做了亏心事 怕被查出来吧 刚我在地下停车场碰见黄主任了 估计孙力马上要动手